想从我这带走人 请问我我答不答应 这是化神级大佬诸葛神侯的表演时刻 竟然仅仅不过是一招 就将不可一世的左护法打得灰飞烟灭 时间回到一炷香前 诸葛神侯带人打进了新联盟 向左护法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要左护法解散新联盟 二是要冷血跟他回到中一堂 左护法文言大笑了起来 表示新联盟是他大半生的心血 诸葛神侯三言两语就要解散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至于想要带走冷血 就需要问问冷血自己的意见 眼见冷血依旧执迷不悟 左护法也不愿解散新联盟 诸葛神侯决定用墙 左护法的武功突飞猛进 正想领教一下诸葛神侯的厉害 竟然选择率先出手攻向了诸葛神侯 左护法被诸葛神侯一招秒杀 冷血和兔大师见状垂死挣扎 与追命铁手几人交起手来 兔大师遭到追命和林小谷的围攻 被两人打得节节败退 铁手和诸葛神侯一招秒杀 纷纷出言劝解冷血 要冷血回头试案 林小谷抓准时机偷袭冷血 却被一记火焰全打飞出去 体内的五脏六腑禁碎 就此草率地领了盒饭 而出手之人也露出了真容 竟是本该早已死去的林洛世 诸葛神侯见到林洛世如灵大敌 立即将冷血给控制了起来 林小刀和铁手几人同时面露震惊之色 明明就在半年之前 他们亲眼目睹林洛世灰飞烟灭 如今又怎么会死而复生 这究竟是人还是鬼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原来林洛世死的时候 是和金梅萍一起消失 而金梅萍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又重新帮助林洛世恢复了肉身 林洛世发现自己大难未死 决定先行蛰伏下来 扶持左护法作为傀儡 躲在幕后脚风脚雨 如今的林洛世今非昔比 他通过武灵制宝金梅萍的帮助 武功已经登峰造极真治化境 还练成了另外一种绝世神功 即便是曾经的大敌诸葛神侯 林洛世也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林洛世攻向了诸葛神侯 本以为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不曾想林洛世临时改变主意 不愿让诸葛神侯几人死得那么痛快 于是他带走了冷血 准备好好培养一下冷血 让冷血和诸葛神侯师徒残杀 这才是对诸葛神侯最好的报复 画面一转 林洛世回到将军府去见宋洪南 宋洪南假装开心地赢了上去 实际上是想减轻林洛世的戒心 趁机杀了林洛世替武灵除害 宋洪南手无负机之力 不出意外刺杀失败 他说出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林洛世还是那个林洛世 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他喜欢的那个林洛世已经死了 一切都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宋洪南再次拿起了匕首 林洛世以为他还要动手 出言让宋洪南赶快放下 谁知宋洪南突然方向一转 一刀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就连林洛世也来不及相救 宋洪南无法杀了林洛世 只好一刀解决了自己 要去梦里寻找最初的林洛世 这让现实中的林洛世哭得撕心裂肺 没想到宋洪南就这样离开了他 林洛世